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創世風動,我是敗家惠哥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暗殺者,四星角色暗殺者 暗殺者的話我們稍微看一下他的角色介紹 暗殺者的話呢,他移動速度是最快 然後再來是他的特殊技能,被動性能就是背後傷害加20% 也就是在背後傷害的時候,當落到怪物背後的時候就會對敵人產生20%的傷害加成 然後除此之外呢,就是暗殺者的身體用一個藥水 普通藥,就是普通藥水就可以執行小藥水 還有一個叫魔法掉落物的小小藥水,那個是不行的 只有小藥水,就是一般的小藥水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迴旋斬,那小藥水部分的話呢,可以當他的那個耐毒跟耐火 還有一個那個什麼勢力下降 這三個增強而已 好,來看他的攻擊跟行動 他飛行的話就是一般的滑槍傘 然後他的滑槍傘會有一個骷髏頭 好,來看他遇到什麼怪物咧 好,來看他遇到什麼怪物咧 好,從合魔象來演示一下今天的教學 好,來 我們從他到他到他中攻擊的話就是呢 28 可是讓他到他背後的話呢 就變成打31 打31 打31就沒有看到 然後背後就打31 正面打28 後面打35 所以 其實還不錯 然後當我們耀神 放在裝備欄上面 然後並且使用低技能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他有出現一個是耐敵跟一個是耐葉斯利 還有一個是耐盒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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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他的功能 然後 攻擊部分的話 基本上 就是靠你的裝備 而且 直接靠你的裝備 再來是他的 這個 我們開到一般 喔對 這個 一旦用下去的話 時間還蠻久的 對 愛殺者身體 時間 冷卻時間很久 可是 持續時間很短 然後 這是他回旋轉 回旋轉的話 大概是大概8秒的時間 算是中規中絕的角色 然後 然後 只是繞到背後攻擊 讓他傷害的加20% 是 還蠻讓人喜歡的一點 對 是他的特色之一 然後 可是他的暗殺者身體就 就比較沒什麼用 對 耐火 耐毒 耐葉斯利 那我看一下他使用時間 開始計時 然後看到他下面就出現了 耐毒 耐葉斯利 好 總共維持10秒 對 10秒之後我們就迎來了 非常長的冷卻時間 喔 大概好像快要一分鐘吧 喔 沒關係我們就等他跑完 好 直接來刷一下怪 其實四星角色他並不是 我並不是很想推他 當然不過還是得介紹一下 因為 一開始看他介紹 哇 背後傷害加20% 感覺很強 可是 所有的其他角色都會有所謂的屬性傷害加成 但是他就只有繞到背後 其實比較特別一點就是可以繞到背後加20%傷害 可是他的技能 真的時間就是 嗯 50秒 對 他的 你 好 好了 你 好